2020年4月15日是中国第五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因应当前疫情形势,由香港政策研究所、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共同推出的香港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专题网站15日实时上线,活动全程线上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建华和梁振英,香港特区刑事长冠林郑月娥,中联办主任骆惠宁等应邀做网上致辞。 董建华认为,近年来的社会动荡和疫病打击,严重地威胁国家安全和社会安定,可见进行全民国家安全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梁振英提到,经常有人说,香港人国家观念薄弱,设立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在全国有必要,在香港更有必要。 五年前开始实施的国家安全法,将每年的4月15日定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我认为在全国都有必要,在香港更加有必要,而且重点更加要突出全民和教育。 全民必须有普及性,不应该曲高和寡,教育必须有针对性,不能够言过识非。 林郑月娥谈到,2019年香港发生的社会风波引发大量暴力事件,挑战香港的法治,危害市民的安全,更出现了极端化,情乎恐怖主义的行径,这些违法活动若未能有效遏制,将有可能提升到危害国家安全的层面。 在应对这一场重大危机的时候,特区政府一直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坚守一个两制方针和维护基本法,二是要尊重和维护法治,三是保护香港的制度优势, 执法部门和检控机关会继续严正执法,维持社会秩序和安宁,让香港恢复为一个安全的城市。 骆惠宁在致辞中指出,眼前正在经历的这场疫情防控战,是事关国家安全的一场大战,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息息相关。 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用特殊形式启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更让大家切身体会到国家安全人人有关,人人有责。 伟大祖国始终是香港的坚强后盾,让我们共同维护好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护好香港的长期稳定和防游,共同推动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为时更多香港市民参与其中,网站还特别举办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正文比赛。 以《在疫情影响下》,我对国家安全和香港社会安定的体会为创作主题,欢迎全港市民参加。